大家好 我是好爸 你有沒有打招呼一下 大家好 我是虛擁 你要介紹一下你的頻道嗎 不要 你不要 我讓你介紹 你還不用 你爸 這個是你的便又不是我的 今天我要來回答 粉絲一個常常問我的問題 你知道有什麼問題嗎 我們今天要來回答大家要問的問題就是 今天差一點為什麼這麼正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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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今天要回答的問題 就是其實好多人就看到我們家的地板 然後都問我們家到底用的是什麼地板 那是找誰鋪的 可是我覺得是將我們家的地板有點無趣啦 因為其實現在主流上 大概就是兩種材質的地板 第一種就是這一個 這個是什麼你知道嗎 那個是海島型木地板 欸不錯欸 你有做功課對不對 有 真的有做功課欸 海島型木地板啊 它的價格是稍微高一點啦 略高於我們現在家裡鋪的這種 這個是超耐磨地板 走開啦 還沒有讓你啊 這個不叫啦 超耐磨地板是稍微 價格偏低一點 欸我問你喔 超耐磨地板多少錢 超耐磨地板的話 它的價格從2500到6000塊左右都有 喔那Range很寬誒 對 那海島型 海島型的木地板的價格可能3500 起票到6000塊也都會有 大概會貴個1到2成左右嘛 差不多 幫我們鋪的那個葉子 我有跟他聊天啊 我就說現在大部分的人 到底都是鋪這種超耐磨 幹嘛打我 要打我啦 超耐磨還是在鋪這種海島型 他跟我講說現在有大概 八成左右的人都選擇了 超耐磨地板 對 那當然啦 海島型並不是沒有它的優點 你想知道它的優點是什麼嗎 它的優點是什麼 就是它也很漂亮 它很漂亮 對 它很美 它比較美啦 老實講 因為它就是有石木紋的感覺啦 你大家可以從這個側面看 它就是一層一層的甲板這樣組合 表皮就是有個石木皮 我舊家師那時候是鋪全石木的 那這個最大的優點就是它是一層一層的 聽說是比較不會變形啦 是不是這樣子 好像比較不會因那個氣候啊什麼變形 基本上它就是已經不容易變形了 而且它已經防潮 而且它防蟲 對 所以它最大的優點呢 它就是 海保有 它最大的優點啊 我老實講 它就是海保有 木頭的那種感覺 這點啊就是超耐磨 比較沒有 超耐磨表面是印刷 它有一個非常大的缺點啊 就是它的工法 一般鋪這種海島型啊都使用平鋪 就是底下還要下甲板 就是會下一層甲板 或再鋪一點東西 再鋪這一塊 然後再打釘子 所以它的工法是比較複雜的 就是可能你會破壞原本的地板啊 或是在你原本地板上面再加東西 這個如果是這種超耐磨就不用 這種很流行現在叫做直鋪 也是叫做漂浮式工法 你聽得懂嗎 聽得懂 它的意思就是說海島型的木地板 你是沒有辦法把它帶著走 因為它會釘在地板上面 可是呢 超耐磨的地板呢 它是因為它是漂浮式的工法 卡扣式的銜接 所以它如果你要離開這個家 要搬架是可以把它帶走的 喔對 剛才今天蔡玲講到一個 我忘記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海島型地板啊 它兩個合在一起啊 是沒有卡扣的 接就這樣合起來 那合起來之後呢 就是底下會有一些 甲板啊或什麼 是釘在那個甲板上面 這樣它的缺點就是 沒辦法帶走 可是它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優點 就是它開起來不會不激不激 對沒錯 然後而且 因為它每一塊都固定的比較好 所以它的邊邊角角啊 就是比較不需要伸縮縫 那因為冬天比較冷 那夏天會膨脹 那每塊可能在夏天 就膨脹的那一點點 可是你看喔 這麼一整排木頭加起來 可能就會膨脹很多 可是這一點在海島型地板 是不會產生的 它只要留大概 好像是資料上是大概 1到1.5 對就是很小啦 反正就是很小 這一點呢 在 就過 就過 這一點 在超耐磨地板就很麻煩 我覺得這一點啊 就是你要接受超耐磨地板 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因為它使用的工法 大部分都是漂浮式工法 漂浮式工法 有一個非常大的優點啊 就是我們說的直撲 就是非常便宜 因為它就是 不用破壞你原本的地板 撲下去就對了 防潮布 靜音泡明之類的 然後就直接放在上面 它兩個中間呢 是有卡扣的 它有這種特殊的角度喔 就是這樣 卡住 你有沒有發現這樣子 拉是拉不開的 Yo 你拉一下 有沒有拉不開有沒有 可是 哎呦還是拉開 剛才角度變了 因為啊 它是用卡扣的原理啦 所以基本上 它就不用叮叮子 不用做固定 可是就是因為 這麼多木頭拼在一起 那只要每一塊 夏天啊 長個0.1公分 它加起來就很多 邊邊角角一定要留 留0.8到1公分 0.8到1公分的伸縮縫 這樣就會導致裝潢會比較醜 你會不會覺得 就是要留縫會有點醜 其實我覺得還好 你覺得還 就是這部分都是在 我覺得我可以接受的範圍 喔 真的 對 因為原本我也擔心很醜 可是它來了之後 配色上去 我覺得其實是很OK的 我等一下跟大家講解一下 伸縮縫啊 會造成怎麼樣的結果 因為如果一旦啊 有伸縮縫 我覺得鋪的那個 跟幫你鋪的人啊 就變得非常重 對其實現在大家地板的價格 隨便網路上都查得到 對 重點是你要如何找到一個 你覺得價格很合理 工法又好的 好店家 我們這一次啊 其實會吸收這麼多知識 就是因為 幫我們鋪地板的店家 其實告訴我們很多 我必須講實話 其實這種地板啊 像這個 Egg 我們 啊我忘記講 這個這一塊是 Egg的白金漢工 那其實這一塊 不管你在北部也買到 中部也買到 南部也買到 可是相對啦 因為就我所知 北部的價格是比較高 因為北部的工資啊 各方面來講 是比較高的 就算即使在北部 但它價格也很亂 有些店家真的就是 亂把價格烘台 那當然 太便宜的也不一定好 因為有可能 它在工法部分 就會省掉一些 不過這次 幫我們施工這個店家 我是覺得它價格還算合理 就是一個漂亮的價格 大家有需要啊 我可以把它連結放在底下 可以打電話過去 記者說是老爸的粉絲 至少比較不會被亂爆價 那我接下來就來跟各位講一下 伸縮縫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 在講到這個很重要的重點之前呢 信念蔡依林有些話想要跟大家講 沒錯 我跟你講價格是最重要的重點 家庭主婦最在意的東西 就是價格啦 建議大家 如果你在跟地板廠商協調價格的時候 你可以先用小評數跟它談 如果呢 你跟他說 如果我願意鋪大一點 你可不可以再算我更便宜一點 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慢慢地去彈出漂亮的價格 欸你很奸詐耶 就是你 其實你心裡可能 就是比如說 那你服服都剩腳 當然 比如說 就像你買菜的時候 你就會特意不買蔥 然後你要結帳的時候 就跟老闆說 老闆那個蔥可以送我一點嗎 老闆就會送你 其實是一樣的概念 我覺得你天天都在想 我的私房錢藏在哪裡 我不會想你的私房錢藏在哪裡 我只會想說 要怎麼樣 我的錢就會變多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這是我們家的路口 我們家路口啊 這邊是個六角磚 這個六角磚啊 跟我們原始的磁磚 鋪在一樣的高度 就是我們把原始的磁磚打掉 再鋪這六角磚 那為什麼要是一樣的高度呢 最主要因為我們不想換大門 如果 我們想要把這個錢省下 對我們想 所以一樣的高度 我們就不用換大門 那所以我們只把這塊打掉 換成六角磚 可是這樣子會造成一個比較不好的部分 你的超耐磨如果鋪在原本的磁磚上面 就會比我這塊地板稍微高一點 所以就會有這個收邊條 來造一下這個收邊條有沒有 這邊就有個收邊條 會有個斜邊 為什麼會有這個收邊條呢 因為這個收邊條啊 裡面有0.8公分的伸縮縫 如果是海島型的話呢 就不需要這個收邊條啊 直接把木頭平平的收在這裡就可以啦 講完旋關這個部分啊 我來講跟牆壁交接的地方 這邊 剛好有講的超耐磨地板跟牆壁中間啊 會留0.8公分的間隙 然後這個部分呢 就要用狗實力控來收邊 這個實力控很重要 這家在施工的師傅啊 其實他比較細心 大家如果有看到剛剛的畫面 我們家的實力控的那個線條是很平整的 你在施工的時候 地板也要貼一條膠布 牆壁也要貼一條膠布 然後在狗實力控再撕掉 這樣會比較漂亮 是有些店家會省掉一些 直接用手 用手 對 真的有 我有看過這案例 可是這點就是有關於 施工品質的部分啊 那因為跟我們合作這個店家 施工好像有保固一年 所以還蠻放心的 我也蠻推薦大家去找他 那再來再分享一個地方就是 現在講完跟牆面銜接的部分 我大概講一個地方 是跟家具銜接的地方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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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地方我要講的就是 跟家具銜接的地方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邊邊沒有施力控 很多人在第一次裝潢的時候啊 都不知道這一點 因為你鋪這種超耐磨啊 系統櫃啊或者木座啊 一定是在超耐磨地板前面 那系統櫃一來的時候 他會習慣啊 就是一次施工就做好 直接把家具底下的木座 都直接到你原本的地板 導致你超耐磨地板 在靠近你原本的櫃子的時候 一樣跟牆面要留0.8公分 這樣子會比較稠一點 你會不會覺得 會 對 這一點啊 就是你在做系統櫃的時候 一定要跟他溝通好 他底下的踢腳呢 要二次施工 就是先不要做 等超耐磨地板插進去以後 施工完之後 再把家具的踢腳板弄上去 這樣子 這邊就不用那0.8公分 至少靠近家具的地方會比較美 這樣有清楚嗎 有清楚 可是大家一定要記得 你如果系統貴 二次施工 當然就要二次收費喔 對 就會貴一點啦 專業的部分我已經講完了 因為這一點就是比較物理嘛 你知道男生對這個就比較好奇 可是女生啊 他最重要的就是清潔 經過我們這一個月 我們這個地板鋪了快一個月 雖然我們有半個月都在出國啦 那我們聽新店柴玲講一下 他關於這個地板清潔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呢 超耐磨地板對我來講呢 會選擇他的重點就是第一個 就是價格 再來就是他非常的好整理 他只要用機器 掃地機器人掃一掃就可以了 小朋友在那邊奔跑什麼都沒關係 非常適合家裡有養寵物跟小孩的人 超級好整理 你一個月只要拖地兩次就好了 我覺得這對我來講就是非常大的重點 好整理 價格又便宜 還有什麼比超耐磨更好的選擇 今天就是就我們的一些知識啦 當然不一定完全會對 因為我們也是一般人 因為這兩種地板是網路上最多人討論的 如果你對他們有什麼想法 可以在底下留言跟大家一起分享 今天的影片已經結束啦 你要訂閱老爸的評價 還要訂閱約六的評價 還要追蹤 新鮮彩影 還有老爸的IG 我們每天就拜拜 空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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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